由彭志远方来不一乐乎 日本余纳国庭三所小学24名的五年级学生 组成了参访团 来到了台湾展开五天四夜的毕业旅行 而在23号的上午 他们则是来到了花莲市公所拜访市长魏佳燕 受到了公所同仁的热情欢迎 欢迎 花莲市公所同仁 首居台日双方国旗 拉起布条 在广场上热情的欢迎 日本余纳国庭三所小学24名五年级学生 组成的碧履参访团 而市长魏佳燕也亲自迎接 欢迎小朋友们的到访 小朋友吃到市长特别准备的珍珠奶茶及小笼包 惊喜全都写在脸上 而他们也是有备而来 特别以三线及吹笛演奏出云纳国的传统歌谣 小朋友们也能够有世界观 小朋友们也能够有世界观 然后又加上跟我们花莲市的友好关系 可以持续下去 待会他们就要往我们光复马泰安的小学 这边去前进 那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一些 不管是在原住民文化或是客家文化 等我们的一个交流 我们希望说让他们更体验台湾的一个文化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跟云纳国已经42周年了 也希望说离我们最近的111公里的云纳国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让我们市民或是对岸的云纳国 深切的去做一个展开 那再次的也要特别谢谢云纳国 在我们地震发生的时候 也特别捐赠了我们慈爱基金 那部分的一个金额 已经发放给我们所有受灾的单位了 那再次的感谢云纳国 华联市和日本云纳国丁 有着12年深厚的姐妹式情谊 双方互动频繁 除了文化及经貌上的交流 在未来更希望能搭建起 两地间更简便的交通方式 让这份情谊延续下去 记者徐立晴华联市报导